在西安的摩摩会给大家带来 无极最新款的150水冷踏板 也是自它350踏板发布以来 无极在踏板系列新的一款车 这款车的发动机 也是无极自己的水冷两气门的发动机 功率是10.5千瓦 整个车大家也可以看到还是比较小巧的 关键是这次定价特别的良心 它的标准版就不带TCS的价格是14880 在TCS和行车记录仪的高配价格 只有15980 所以这次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的亲民 整车也是比较小巧的一个踏板 它的离地间隙是140 油箱容量是8升 整个车的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非常的良心 而且无极这一款发动机 其实很多的车都在用 已经是很久了 无极的整个的战略 就是无极包括大家知道的 它的KE500的发动机 也是给很多的品牌在用 包括这一款150的踏板的发动机 也是给很多的踏板车都在用了 等到市长检验完以后完全没有问题 无极再拿来自己出一款踏板 这次的整个车 老大给大家点会儿 也是配备无钥匙启动 能量下压下电 整个它的这个仪表 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有电压里程这些 整个的这些这些数据 ABS自检这些 现在已经点火了 坐筒给大家打开一下 好评的点 它坐筒有单独的按键 这个坐筒的形状感觉放一个四分之三盔 可能是没有什么问题 油箱比较好评 油箱是一个全质的油箱 八升的油箱 加油呢还是比较方便的 你把油箱做到后边这种 确实会好不少 老大给大家试一下坐色 大家感觉怎么样 好 连有大找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灯光 灯光的话 远光灯 近光灯 超车 好吧 依然是有自动启停 你看一下拍下这里 无极的这台车 依然是有自动启停和脉冲点火的 也就是说和豪爵的150一样 也是有自动启停开关的 双闪的开关 灯光的话远近光 超车灯 这款车呢是有刹车暴闪的 DSS的刹车暴闪功能 给大家看一下轮胎的配置 后轮可以看到 也是腾森的轮胎 后轮是13070-13的 后轮还是非常宽的 130的一个宽度 后轮尺寸是13寸 前轮的话 再给大家看一下 前轮也是腾森的 前轮是一个14寸的 1070-14 前14后13 简震给大家看一下 简震在这 这是它的简震 简震的品牌 好像没有打品牌 看不出来 看一下后简震 是用的哪种形式 后简震用的是一个双简 目前来看 后简震的预载是不可调的 没有可以调节的 作为一款水冷踏吧 这是它的水箱 后边的脚灯 整个车辆也非常的轻 整车的重量只有130公斤 不管是男生女生 轻松驾驭 坐高的话也是非常亲密 灯光也给大家演示过了 整车的LED的大灯 所以无极的整个的参数 给大家再看一下 离地间隙是140 整车 整枚质量是139公斤 轴距是1320 轴距非常小 金和UI的轴距是差不多的 所以整个驾驶非常的轻松 双通道ABS 铁杀盘是前240或220 水冷的两系门 它缩比是10.6公斤 功率是10.5 有距 控油方式 最高车速官方给的是 可以跑到99 所以这款来自于无极的踏板 老潮感觉 它的标准版14880 大家更推荐大家去买它的TZS版 多了TZS 多了行车记录仪 价格只贵了1100 来到了15980 确实非常划算 这个是它的行车记录仪 连前行车记录仪 后边呢 这是个单摄像吗 这是个单摄像头吗 后边摄像头脑巢没找到 好像是个单摄像头 只有前面有 开坐桶呢 这是开油箱的 坐桶油箱 手套箱是在这里 手套箱还是比较深的 USB在手套箱里边 我看一下有没有出现的线槽 好像没有出现的线槽 大灯是一个长亮的 这款车大灯是关不了的 大灯是一个长亮的大灯 你看 点火以后大灯应该就长亮了 远光灯 近光灯 超车灯 双闪 仪表稍微有一点简单 封挡的话 也是一个不可调的一个封挡 封挡是一个固定封挡 等会问一下工作人员 看他后边有没有摄像头 我自己找的话 只找到前面摄像头 其实你坐再多的大排辆车 没有什么用 大排辆车根本上不了辆 你一年也卖不了多少辆 像有些厂家做的 1200 1250那种大巡航 一年也卖不了几辆车 真正走量的 其实还是这种150的小踏板 真正谁想把150小踏板做好了 真的在摩托车行业 我觉得就能占定更多的一些份额 既然今年的摩托会 也是不要门票 欢迎大家可以过来